从党政部分来看到数位部推出了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1.500用来要打诈 就在今天到立法院来进行证案报告 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在质询的时候 怒批数位部在去年推出的简讯平台才刚刚被诈骗集团破解 现在又在推出一个类似的平台根本是装神弄鬼 王世坚他更想到一度情绪激动甚至是脸部战红 同时他还很酸背询的数位部政务次长李怀仁 主席时间暂停我生气个三秒钟 气到交战提议气到动尾条 什么让民进党立委王世坚气气气 原来是咨询数位部又推出新的打诈平台 但因为上个版本才刚被诈骗集团破解 莫名其妙去年你这个错误警政署在防骗宣导就说 面对王世坚的破口大骂 数位发展部政务次长李怀仁不发抑郁 还时不时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 让王世坚看了更火大 我不晓得陈立宁这个部在干什么 我懒得让你回答了啦 我看你那个嬉皮笑脸的样子 你今天没打瞌睡 就已经奥弥陀佛了啦 所以时间暂停你回去 没打过瞌睡 没说到的份啦 你就是打过 王世坚大酸的就是李怀仁去年站在质询台 这疑似打瞌睡的画面 欧洲的地方却GPP不能 而质询也在王世坚大动干火之下 我没看过这么二类的官员 不欢而散 今天分离林秉舟台北通报导